來自美國西部懷俄明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翰·巴羅索 在該黨的每週例行廣播中表示 總統奧巴馬的醫保改革法 將不會降低目前美國人的醫療成本 本身也是醫生的巴羅索在星期六表示 新的醫保改革法等同徵收新的稅項 使得稅務部門聘請更多的僱員 來確保所有美國人購買醫療保險 他指出新法案並不能解決現有醫生及護士短缺等問題 這位參議員指責奧巴馬的醫療保險改革導致保費上升 而且是不可行及不得民心的 他表示國會內的共和黨議員會致力廢除有關法案